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 然后每一次当我想到 其实自己多么的幸运 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要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然后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其实写一首歌送给他们 是我最大的一份礼物 我可以给他们的 所以就好想要有一首歌 是献给我爱的人 我一直就咬牙签 好你 喂 继续咬 你跟他讲什么 我估计应该是没有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吗 这不是第一次来内蒙古 可是我之前去内蒙古的时候 是去工作在城市里面 所以其实并没有来到这种草原呢 这么大自然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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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他在干嘛 你觉得他在干嘛呢 我说 Lupo producer 你只是走 像一段 她只是走在那段 整个时间 然后唱 对 所以你有一点 很不同 对 我可以切 因为那是你昨天的 那是一件事 好 OK 她是一個非常聰明 然後非常有才華的女生 然後我覺得在音樂創作上 或者是在演戲上 蠻出其不意的 有時候給的東西是 我可能給一點點東西 但是她給我的東西是 有再加上自己消化過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你怎麼就不能理解呢 是 這樣我不見了 Perfect 比較有那個 我就用了一個炸彈 但它其實也不是真的炸彈 它其實是虛構出來的 因為其實愛情就像是一個炸彈一樣 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爆炸 所以其實主要在講 在面對一段關係的抉擇裡面 你的時間還剩下多少 在有限的時間裡 你們如何呢 無限的相愛 手就伸上去 但不要剪就喊著 那我就會卡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完整版就會知道 整個劇本就是 子綺在一個加油站裡面加油 然後看到了就是兩個人 一對情侶走進來 然後開始萌生的那個幻想 就覺得這兩個人 是不是網民原洋 這兩個人都搶了我的車 然後踏上公路之旅 他們會怎麼相愛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在那個炸彈爆炸之前 他們能怎麼相愛 是誰一直都說著 哈囉大家好我是黃騰浩 大家好我是饒欣欣 他說我很重 我是扮演一位 很危險的一位情人 也就是他的男朋友 但是呢 危險情人不是說對他很危險 是我做的事情 為他做很多很危險的事情 我是飾演一個放蕩不羈的一個女生 然後跟隨著男朋友爛起天涯 那個山頂的後頭 挺高的一個地方 所以 就準備要哭哭了 好多 畫面上看出來其實是很浪漫 我自己是一個很愛浪漫的人 那我之前看到Birdy導演的 一些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觸動人情緒的 然後很有畫面感 很有電影感 很有情節 很有情感在裡面 所以我希望就是這個MV 也可以幫忙我 把這份禮物送給我愛的人 你還有痕跡 拍這個MV的過程當中 我每一次對嘴 我腦海裡面其實都是浮現著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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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好的快樂的 甜蜜的 很多不同的這些畫面在我腦海裡面 所以為什麼我每一次搶到的時候 我就想哭呢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這些 回憶 我是很幸福的 殺青啦 他殺青啦我們還沒 我們還要努力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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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拜拜 你有你被我操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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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